好,我们再看看原定7月12号要在苏澳冷泉公园举办的冷泉文化节呢 因为之前受到苏利台风的影响呢,顺延了一周 不过呢,没有交习大家参与的热情 现在活动再度开幕还是吸引非常多人到场 我们冷泉文化节已经经历了14年嘛 那么冷泉公主的选拔今年是第六阶 那么每年都冷泉文化节是在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三天的举办 好,除了泼水加年华之外呢 今年还邀请到了蔡秋凤、李爱琪等等的台语唱将 替大家来唱一首一首好歌 除此之外呢,21号下午还会举办冷泉公主的选拔赛 预期呢,将会兴起另外一波的活动这场 好了,我们再来看看哦